这个地方这个 at张三杠张三 就这种形式怎么显示出链接 就显示出我们常见的一种形式 把这个给拷贝下来吧 拷贝之后 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做呢 应该找到我们 之前那个service那一层啊 service那一层有个format 大家记得这里面有个format user format blog对吧 就是格式化的这个微博信息 然后格式化的微博信息里面呢 我们这个地方只有一个format db time 就是那个格式化这个数据库的时间 是吧 然后其实我们就可以把那个 格式化的内容都放在这儿 就把那个s的功能给它格式化一下 比如说format content obj 就跟这个format db一样 就是传材都是一样的 然后先写个注释 object叫 微博数据对象 然后格式化微博内容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这样 就是微博内容应该是obj.content 在这里面 对吧 那我们可以定一个叫 obj.content format 就定义这么一个内容 去把格式化内容放在它里面 就不要直接去覆盖它的内容 我们要重新定义一个 然后obj.content format 这个内容呢 我们得给它重新做一个格式化 就这块 这块比如说我们 格式化at 对吧 格式化at它的格式一般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考的这个格式 对吧 这是后面比如说有你好 然后前面比如说有个hello 反正 这是一个整个的这个微博内容的 自幅串 对吧 自幅串 然后我们需要格式化at 就是说把它变成一个链接 对吧 变成一个链接 让我们看一下 这个处理化at 指已经是content的内容 也就是说这个的内容 然后这个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replace 就是替换 对吧 就替换就是 我们找到这个之后 我们给它替换成一个链接 那替换成链接 替换成什么形式呢 那其实就是比如说 我们再考一下 替换成一个 这种形式 就是ABI圈的形式 链接嘛 对吧 比如说HIF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般是 个人主页对吧 然后它 然后张三 然后里面 张三 OK 比如说我们通过replace 做一个替换 替换完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 return这个bg了 对吧 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写这个replace 这个内容 这个是比较主要的 比如说我们找到这个之后 当然这个也有可能有好几个 如果有两个的话 那这个地方这个链接 那肯定就是再往下有两个 对吧 那我们就看一个的情况 反正不一定是一个 然后把这个 清换成这么一种形式 这个大家就理解 反正这个有这种形式之后 那我们就 可是的话就算成功了 对吧 好 那整个这个结构写完之后呢 这个format content 这个东西呢 我们要放在这个format blog里面去 那怎么放呢 它这个地方有两个地方需要传 就像拿这个format db time的这个为例 如果对象的话呢 就return一个 这个东西 对吧 那我们可以这么写 就直接return 这个我们不好写 我们可以直接这么写 就let result 复制成 复制成list 然后results复制成 先format这个db time 然后再results复制成 我们再format这个 format content 然后把list 把这个results传进去 这个地方应该也把results传进去 好 最后return这个results 比如说 returnresults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要把这个format content 这个给它加上 对吧 当然这个format db time 也要保留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在map里面还有加上 就是它是results的情况下 它是对象的情况下 这两个情况不一样 对吧 然后它是results的情况下 我们就map 然后直接把这个 format content 这个行数传出去就行了 就跟这个format db time 这个是一样的 大家看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做这两个工作之后呢 我们这个函数写完 就可以直接在这边用了 对吧 然而这个format blog 这里面呢 我们当时是在获取 这个blog信息的时候 我们都已经给它转换了 所以说 我们没必要再把这个 重新给它使用一遍 就是该用的这些都已经用了 只不过是呢 我们在这个用的里面呢 我们就加上这么一个 自己的逻辑可以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关注 一下这个replace 这个函数怎么去写 那要做这个替换呢 其实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用正当表达式啊 那我们就先写个正当表达式 看看怎么去 用正当表达式 把这个玩意儿 给它获取出来啊 给它检测出来 那正当表达式呢 我们可以写在这个 pinfig pinstink 这里面啊 正当表达式啊 解析 匹配什么呢 匹配 比如说 at 昵称 有点 匹配这种情况 好 然后我看怎么写啊 我们正当表达式 这个名字 正当表达式 一般就要用rej来 做标记 对吧 所以i.j.fal.at.hu OK 这样 这个名字应该够直白的了 前面有个逗号 就忘了 好 那表达式 前面怎么写呢 首先第一个是 要匹配这种情况 一个s字符 对吧 s字符之后 泥称 泥称我们可以这么写 这个地方就是匹配任意字符 然后加号呢 就是说我们要匹配多个 因为这个地方 不能是零个 对吧 肯定是一个或一个以上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贪婪匹配 就是我们匹配完了之后 就立马结束 不会一直往后匹配 然后 下面有个 写下s 写下s就是空格 这个贪婪匹配的意思就是 比如说 我们匹配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完事之后 一旦有空格 我们就立马结束这个匹配 如果你不结束的话 那 点号嘛 点是随意都会匹配 那 如果不及时结束的话 那这个地方 那一下子就匹配到这 就一直往后 这个匹配去了 好 扣格 扣格 扣格完了之后 接着是一个横线 对吧 然后接下来再一个扣格 对吧 再一个扣格 然后接下来再一个 优的内容 对吧 优的内容 我们可以用 括号 杠 扣格 杠格 杠格 扣格 就是那个字母数的下货线 然后 加号 问号 这加号 跟前方是一样的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 形线B 形线B是一个 单词或者单词的一个结尾 也就是说 最后这个单词结束了 英语字母结束了 好 前方加个G 就是我们全量匹配 这样的话 就是那个阵段的倒式 好 大家看 我们现在再对一遍 就这个阵段的倒式 这个整体 匹配的是这么一个东西 对吧 然后S 匹配的是谁 这个应该明白 然后主要是这两个括号 我们看我们加两个括号的内容 对吧 这两个括号正好匹配到这个 倪称和这个优德内姆 然后这两个括号呢 我们也可以在接下来的replace里面 通过参数来去获取 好 那我们把它引到这里面了 好 那写replace呢 第一个参数就是这个正在表格式 然后第二个参数呢 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参数我们是一个函数 函数里面呢 应该有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第一个参数就是我们能匹配到 所有的这个字符串 所以说我们可以写个叫match string 就能匹配到所有的字符串 就整个的这个字符串 是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呢 是正在表格式里面的各个括号 所以说第二个参数是他 第三个参数呢 是他 是他两个匹配的 所以说第二个参数呢 我们就可以写成一个叫做nick name 然后第三个参数呢 我们就可以写成一个username ok也就是说 我们能通过这种形式 拿到这个nick name和一个name 也拿到这个和这个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去replace 对吧 replace我们返回什么呢 我们直接返回一个 就根据我们这个格式嘛 好 我们直接返回这个就行了 对吧 都是简单写一下 就是from这个to 这个应该明白了 对吧 好 这里面我们把变量写一下 username是谁 username是这个 对吧 然后nick name nick name 这个 ok 其实我们返回这个就行了 好 这样的话就是做完了 做完之后还有一步 就是我们这个content 就是一开始有content 一开始没有这个content format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 content给显示出来 所以说我们得找到 我们这个bloglist.eds 就是我们试图里面 那个eds组件 bloglist.eds组件 我们找到这个显示 这个地方显示那个 微博内容的时候 我们把它注视掉 好 注视掉之后呢 注视掉之后呢 我们可以写一个什么呢 写一个显示这个 content format的这个内容 对吧 显示这个 我们这删掉吧 就是我们不要这个了 不要这个 然后显示这个 显示这个 显示这个 不能用等号 应该用一个横杠 为什么用横杠呢 因为这里面 它会有这个东西 会有这个 就是这个html标签 如果用等号的话 它会把这个江户号 直接当这个正常的字符 给收出去 如果是用那个横线的话呢 它会 就是不转移这个江户号 直接把它通过一个 就当成一个html字符上 收出去 这样的话 这个链接就会能显示了 好 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试一下 现在 刷新 好 大家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已经 有了这个账三了 对吧 然后这个内容呢 就是我们 搜到这个内容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刚才说的一个等号 给它对比一下 这等号之后 我们看一下 它输出的是个什么 是一个字符串 对吧 它没有简直成一个链接 所以说我们不能用等号 好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 我们在 期望它是张三的时候 我们期望前面还有个s 对吧 要不然的话 看不出是个s的功能 所以说 我们可以再简单改一下就行了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加一个s 就 然后保存 稍微看一下 好 大家看 s张三 对吧 那我们再来一遍 就说 hello 你好 好 大家看这条微博 我们看一下数据库里面 数据库里面查 order iid dsc 就是倒序的查 我们查一下这个blog里面 看它的内容是什么呢 数据库的内容是 hello at 张三 你好 也说它的数据库的内容 它是没有链接的 那这个链接是我们显示的时候 我们的给它格式化出来的 就是我们数据库里面存的是最原始的一个数据 大家看 然后我们显示的时候 我们给它格式化成一个链接的形式 这样的话就能保证数据的一个原始性 就是数据的数据 我们是要一个最原始的数据 然后显示的时候 我们就给它拼接我们自己的数据 对吧 然后这里面就变成一个链接 比如说我们接下来 做了一个升级 我们s不用链接了 我们s比如说用一个别的形式 比如说我们想 在某些移动端里面 我们s不用链接 我们想点s的时候 我们调起我们的app 或调起微信的某些功能 调起微信的聊天记录等等这些的 那我们就可以改什么 我们就可以改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对吧 我们不用链接 我们加一个别的东西 然后点这个 你生的活用口名的时候 做什么东西 然后加自己的逻辑就行了 如果这个时候 你数据库里面就写死了 链接的形式 那这个地方就不好调整了 对吧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 就是数据库里面 或者说我们月底层的东西 存储的应该是越是原始的 就是可变的那种数据 存原始的数据 那些因为需求 可能会改动的一些东西 我们尽量就是把它写的灵活一些 就是可以通过调整来去做 就不要把这些东西都放 往数据库里面塞 往数据库里面塞的话 那就有可能会导致 你后面调整的话就不好调整 你还要去自己去洗数据 OK 那总之呢 就是到这来 SGS开发接口 以及显示S用户的链接 就都已经完成了 然后这是S的功能 对吧 好 那到这步 我们就可以把代码 先提一把 再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做的东西 应该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好 然后 这是个功能 对吧 实现什么呢 实现S 实现S 实现S功能 OK 那这一节就完成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做一个回复的功能 就说吧 谢谢 谢谢